今天我们识到这段圣经里面有一个人 他是一个弦子白 虽然没有说到他是什么病 但是在第三节那里 是说到在这个水池旁边 有那些瞒眼的 弦腿的 血气呼干的 总之很多的病人围绕着这个水池 是躺在那里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耶稣医好了其中一个患病三十八年的人 我们来思想一下这个主题 想和大家思想的就是说 主今天仍然是在这儿做事的 第一 耶稣问一个很不合理的问题 问那个躺在那里 已经躺在三十八年的人 或者病了三十八年 而时时都在那里躺在那里 躺一样东西 因为传说 那个水池 那个叫不是大的水池 是时时有天使下来 是搞动那个水池 那些水动的时候 如果哪个人先跳下水 那个人的病就会好回了 但是这一节的圣经 在第三到第四节那里 这一段的经文是用细字写的 本句话说 有一些的圣经版本是没有这一节 有些是有的 但是无论如何 如果一直以来 这个水池是没有发生过奇妙的事呢 我想那些人也都不会天天在水池旁边等了 有人说 那个水池是会噴出一些有特别一种矿物质的一种水 某一个时候一出来的时候 特别丰富的某一种矿物质 其实哪个人游起了一阵 就什么病都会好回了 无论是什么原因 那个水池旁边有很多病人在这里 个个人都躺在那里 躺在那里 躺在那里 然后看哪个人可以先下来 这个时候耶稣过来问这个人 耶稣知道他病了很久 圣经这样说 问他你要传愈吗 你要不要好回 为什么耶稣问一个好像明知顾问的问题呢 然后这个人的回答就是怨天游人 他说先生 他不知道耶稣是谁 先生 那些水动的时候就没有人帮我下水 因为我不能动的 我想挣扎过去 人家又抢先下水了 所以就是这样 所以耶稣问他要不要好回的时候 这个人的答复是一片的埋怨 然后耶稣呢 给他一个很不尋常的吩咐 告诉他 你 你 起来 拿你的玉子 走吧 这个人竟然立即 就起了身 就好回 就拿着自己睡的那张植 或者那个所谓的玉子 考古学家说这些可能是一张草籽 总之他拿得起的 一个平常的人拿得起的 就走了 后来耶稣在圣殿里面找到他 我们中文翻译说耶稣 十四节说耶稣预遇到他 其实是找到他 是耶稣刻意去找他 为什么耶稣当面不跟他说 要后来找他跟他说呢 因为耶稣的时候未到 他不要让人知道他是神的儿子 不要公开宣告 时候未到 所以耶稣已经是躲开了 但是耶稣关心这些人 所以耶稣去圣殿找到他 他知道他会去圣殿 因为一个好回的人 是需要去圣殿那里 给祭司来检查 我好回了 或者献上感恩祭 去圣殿那里感谢神 这是他们的习惯 耶稣去找他 给他第二个吩咐 你以后不要再犯罪 恐怕你会遇到更严重的事 好了 我今天就和大家思想 这三个重点 第一个是一个不合理的问题 你要不要好回 第二个是那个人说的 不能够动的两个原因 一就是 没有人帮我 二就是我不能动 第三个就是 耶稣给这个人 两个很不平常的吩咐 一 你对一个不懂得动的人 说你起床 第二 对那个好回的人说 你是要保重的 不是 你不要再犯罪了 这三个东西 我就和大家来想一想 对我们来说 有什么意义 第二 第一 一个不合理的问题 在第五节那里说 那里有一个人患病三十八年 耶稣见到他躺在那里 知道他病了很久 就问他 你要传于吗 圣经还明明地说 明明知道他病了很久 反而是这个 问他这个要好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想想 为什么耶稣要问一个这样的问题呢 为什么要明知而顾问呢 我的环境这么困难 耶稣可以怎么帮我呢 为什么耶稣问一个明明 答案很明显的问题 第一 叫耶稣 告诉这个人 就是 你 不要放弃你的希望 你要不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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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说 是在羊门的附近 耶路撒冷有一道门 有好几道门 其中一道叫做羊门 耶稣基督说 我就是羊的门 从我这里出入的羊 是必定得到草吃 换句话说 耶稣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是提醒这个人 父神呢 他真是会怜悯人的 神是对人呢 传着一种怜爱的心 神不是不知道的 所以人要仰望主的怜悯 由大书二十一节那里说 我们要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 直到永生 我们一生一世需要主的怜悯 因为我不是很可怜 但是每一个人都有可怜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困境 这个好像不合理的问题 其实都是要提醒我们 神是爱我们的 神是怜悯我们的 这个问题还有第二个意义 就是叫人继续去相信 虽然等了很久了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等了很久了 就算水移动的时候 那个水明明是会移动的 如果不是这个人 不会说水移动的时候 没有人放他下去 是移动过的 无论这个水移动是天使去搞动它移动 或者真的有什么矿物质涌流出来 总之是移动过的 但是移动的时候 他移动不了它 但是耶稣这个问题 就是叫这个人不要放弃 不要失去信心 虽然你等了很久 虽然我们也祈祷很多东西 我们祈祷神给我达成什么的愿望 主有我有这样的缺乏 有这样的需要 这个人有什么问题 祈祷祈祷 祈祷了很久了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但是耶稣也是问 你是不是真的要呢 耶稣曾经是说的比喻 那个比喻就是告诉别人 叫人常常要讨告 不要灰心 最后他就说 人子来的时候 遇到有信德的人 有没有人一直信到底呢 有没有人在各样的困难里面 信心 受到种种的考验 受到时间 环境 别人的考验 自己的软弱的时候 仍然是坚持信心 所以耶稣问这个问题 你要传言 你是不是真的相信 神会医治你 神会帮你呢 希伯来书第三章 他说 如果我们坚持当初的信心 就在基督里面有份 我们不要因为信主很久 而有些问题似乎还未解决 我们就失去了信心 不要放弃我们对神的祈求 因为神是听到 神是会记念 神是会回答的 或者我们已经习惯了 躺在这里 我们习惯了 不行了 所以我呢 就时时都说不行 因为我一直都是不行 习惯了 有一些的难处一直都存在 所以我就失去了信心 但是主耶稣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可以说是重燃这个人的希望 也都免励这个人 不要失去信心 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叫这个人 要看 你要传言 这个问题有没有价值呢 就是看哪个人问 如果一般人问我 你的病好了吗 那我只能说好 或者未好 但是如果医生问我这个问题 就不同了 因为他是有办法的 耶稣问这个问题 就不一样了 因此我们会灰心喪志 因为很久都不能动 很多东西都不能动 但是哪个人问我这个问题 如果是主耶稣问这个问题 显然神的时候就到了 希伯来书12章那里说 耶稣是为了我们的信心 创始成终 也就是说 耶稣不会做一件事 不去收尾的 圣经里面 对于时间 有一个这样的字 叫Kairos Kairos的意思呢 就是神的时候 不要放弃 因为你不知道神的时候 什么时候来到 你祈祷 祈祷 祈祷 你等候等候等候 你的信心受到时间的考验 你的信心受到很多的挫折和打击 但是有一个时候 当神的时候到了 我们不知道神的时候 什么时候来到 也不知道神用什么方式 来答我们的祈祷 但是神有祂自己的时候 各样的事情都照神的时候 是成为美好 或者就是今天 或者就是当耶稣来到我们面前 而我们是没有留意到 或者今天 或者今天 2011年的2月13日 就是你的问题 得到解决的时候呢 所以耶稣问 你要传于吗 是叫人去看看 哪个人问这个问题 如果这个挫折 认得耶稣是谁 他的反应会不同 但他不知道 那么耶稣也是问我们 我们是不是很认真地相信 是不是说真的 真是信神 真是期望神 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我求过都不行 不求了 那我们就因为时间的长久 就失去了信心 但是主问这个问题 似乎不合理 他是非常之有道理 我们要不要传于呢 一个好像不合理的问题 在耶稣的口中问出来 是要提醒我们 我们是不是仍然继续相信 是不是当神的时候 来到的时候 我们已经是放弃了呢 对吧